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好是这样再对半切一下 红薯皮可以不用将它削掉 这样可以防止在煮的过程当中糖分和营养成分流失 同时煮出来也会更加的香甜软弱 我们再准备一根牙签 在整个红薯上面搓进大约一厘米的小孔 这样红薯会熟得更快一些 也有利于里面的糖分溢出 将红薯放入电饭锅中 加入约小半碗的清水 将底部给它浸湿就可以了 盖上盖子 插上插头 按照煮饭模式 按开始煮30分钟 如果煮到一半电饭锅跳制保温模式 那么我们再继续按开始 继续煮30分钟就可以了 在这30分钟以内 如果水煮干以后 我们最好每隔5分钟这样翻一下面 大家看 这一面的糖分已经被烤出来了 我们每一个都给它翻一下 盖上盖子再继续煮 我们一定要多翻几次面 现在30分钟已经过去了 我打开这个电饭锅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烤红薯就已经做好了 我们进去来看一下 表面上烤出了非常多的糖汁 里面烤出了很多糖分 并且表皮已经变得比较焦了 我现在用筷子搓一下 如果完全搓透 那么就证明已经熟了 我们就可以起锅了 我现在把它们全部都出锅 表皮上烤出了非常多的糖分 我现在掰开一个给大家看一下 哇 香气扑鼻 跟外面卖的烤红薯是一模一样的 怎么样 用电饭锅做香热闷的烤红薯 只需要30分钟就可以了 大家学到这个小妙招了吗 如果你也爱吃烤红薯 不妨这样试一试吧 我是猫妮 想了解更多 新鲜有趣的小妙招 欢迎在评论下方 顺手点一个关注吧 今天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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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